鼓励弱势家户除续 台中市积极推动儿哨发展账户 符合条件的儿童以及少年在年满18岁前 每人每年最高可以存15000元 另外也结合民间单位善心赠送物资给稳定缴存的家户 社会局长彭怀珍特别举办记者会颁发感谢状 感谢民间单位热心公益与市府攜手协助需要关怀的民众 社会局长一一颁发感谢状 感谢民间单位的热心公益 为了鼓励弱势家户储蓄 台中市积极推动儿哨发展账户 符合条件的儿童及少年在年满18岁前 每人每年最高可存15000元 来增加未来接受高等教育以及生来发展的机会 也减少贫穷待肩循环问题 家户的当中他们可以选择每个月储蓄500 1000或1250 他们储存多少我们政府呢就给他们多少的相对的提拨 如果他1250一年就15000 那政府就给15000 然后这样他们就有3万 到他18岁的时候就有54万 要读大学的钱就有了 要创业的钱也有个底 社会局表示 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 是一个积极性就住籍社会投资的理念 从106年到109年 台中市已经有241人 连续三年稳定脚存 数量为全国第二 也邀请厨户现身说法 要鼓励更多需要的民众一同加注 三个月有一次的对账账单的话 我们就是每个月存到 就是看到那个账单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里面帮小孩子存了多少钱 因为当了妈妈才知道想说 会想说可以帮小孩子 就是能够让小孩子存一笔钱 过得更好就是 会让小孩子就是 因为不要跟着我们吃苦这样子 这个儿童方的账户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棒的说 我可以存钱 然后政府又可以相对提拨 对 然后我觉得 我就想到说 18岁以后 他就一笔钱可以去读大学 就不用去背雪袋 社会局更加码 结合民间单位 来提供家户尿布 学习餐具跟玩具等物资 要扩大鼓励 稳定储蓄的家户 希望帮助更多经济 做事家庭的孩童 累积资源 让他们也可以拥有 更好的人生发展机会 这样召唤台中采访不到